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馬大同學會 來 謝謝同學… 謝謝 新獲大 謝謝…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有來過 我是老同學 來過滿多次了 真的來過幾次了 大概第三次 妳有最喜歡的廣播主持人 最有印象的其實是Dennis 因為有在 YES 那妳會模仿Dennis嗎 我也有專家好 我是Dennis 這樣笑嗎 笑一下我 他們有鼻音 他不會 哇 是嬰兒 他說 哇 我是Dennis Dennis 你有不要笑得這麼的曖昧 跟很開心 因為妳最喜歡妳總是開心 對不對 要進紅的時候 我們兩個在那邊這樣子感嘆說 看到旁邊那個馬克跟瑪莉 我們就覺得 我們真的是老了一代了這樣 妳真的太大了 林可應該是在我過去的歲月裡面 她是 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知道嗎 對啊... 對 我也上過她節目 大家都不知道 以前的小舞哥對不對 小舞... 謝祖武以前演武俠對不對 演時裝 都帥氣對不對 可是 她當歌手的那個時候 對 上過我的節目1992年 我今天要帶東西來嚇她 天啊 兩張 出過的為二對不對 兩張東西 哪一間博物館借出來的 那時候把我定調在 什麼... 暖男系有沒有 因為在軟色調可以 軟的色調 軟嗎 那個時代不是錄音帶嗎 對啊 沒有 那個有CD案 對 我們的GTO1992年 GTO19外最久 太感謝 好先進 對 今天來到四位 都是DJ界的這個四大天王天后 因為有他們不管是夜生活 或者是白天生活 會更加豐富 寧可陪我度過整個苦悶的高中生活 一定要陪你 一定要他們的平衡 真的 沒有你們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度過 審次的聖院你知道嗎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先來看看這位四位 天王天后他們的VCR 已經有將近百年歷史 到了今天 在車上 在床邊 在行走之間 在工作之語 廣播的聲音依舊繞繞不斷 今天節目邀請到幾位電台DJ 他們是聽眾耳邊最熟悉的聲音 最忠實的陪伴 在修應機背後的他們 有發生過那些趣事呢 那一天 那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廣播界的尖兵 沒錯 他們在播音室裡面 但是天南地北 都有他們的朋友你知道嗎 感覺上就好像是 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幫你 傾訴 聽你談心 是吧 而且他們四位算是 廣播界裡面比較上向的 怎麼說 他們自己很清楚啦 各位 聲音跟外表是不是都成反比 對不對 那也不見得 像你就是純粹正比 你知道 Tennis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說法 有啊... 我的聲音很不像我本人 對 本人也不像聲音 你算帥的啦 你真的算帥的 我跟妳講 能坐到這邊 都算是帥的沒的 以前其實我們都在美國 在美國的那一種你知道 真的打死我都不相信 他回台灣會當DJ 真的嗎 當DJ 我就覺得 因為我在美國 就在中文電台做節目嘛 然後他也是屬於那種LA的那種 就覺得他就是那種健身房 那種沒有什麼腦子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那一天當我在健身的那一種房 回台灣竟然是做廣播 而且現在還是活動網址 但是為了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在更熟悉下 真的就請四位圓一下 把你們的廣播節目開場版 所以是要我們聽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從馬克開始好不好 來 開場 來 我們兩個一起嘛 方便嗎 他們兩個一起的嘛 他們就是 不是吧 什麼 烏夜的結局 烏夜的結局 他們是不好的 好啦 讓他們來一段Slogan 來 預備 起 心裡有事睡不著 明天考試很緊張 Come on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憑你聊聊青春期的 五四三 漂亮喔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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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基本上是老少嫌疑 而且反正就是那一種 你知道一搭一唱的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 以他們那種兩 兩個那種搞怪的那一種 如果出了錯的話 就是 另外一個要是還能接得下去 我希望你們來個直信版的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有出錯了 真的嗎 真的 我們剛剛已經出錯了 另外一個你來一下 來一下你的Slogan 我記得嗎 我自己一句右臭右差好 OK 來 哈囉 歡迎朋友們來到FM89.5 非常調皮 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間7點到9點鐘 寧可每天陪你一起從小聽到大 一起慢慢變老的 飛揚滿天心 收視右臭右差 這個是不同功夫 因為我是主義那種 回顧70 80 90 80 80 預備 起 嘿 你收聽是HITFM 我是夜貓DJ Wow Dennis R&B Let's Go Yes 就是這樣 因為今天都是優秀的DJ 你知道嗎 以聲音感人 但今天一上電視節目 整個肢體也很棒 都不一樣 對… 報導大地震的時候 你會不會 地震了 那個時候我才剛剛當DJ 嚇死了 真的 什麼感覺 說一下 921大地震 我那個時候是菜鳥 半夜四點上班的 那一點多搖的嘛 對 搖完之後 整個大台北都停電了 沒有電視 沒有電 電話也沒有了 那我知道我四點還要上班 結果我一到了現場之後 發現音樂不播了 在幹嘛 大家都在報平安 對 那個時候 有些電話線是有的 然後沒有電視 唯一通了就是廣播 所以這個時候 南投誰誰跟媽媽說 我現在還活著 還好 我在台北我房子沒塌 OK 爸爸不要擔心 一路做件事情 做到早上的12點鐘 12點PM 因為後面DJ都來不了 所以那個時候 佛一個剛剛上線參想 是一個震撼教育 所以廣播在這個時候 就發揮一個 無比的人性還有溫暖 而且我記得的時候 921的時候 你知道停的電不能幹嘛 不能看電視 對不對 有的人甚至不能出門 因為可能受災戶 他也買不到報紙 他都沒有辦法 今天廣播就有電了 對 他完全沒有辦法 但是收音機是可以裝電池的 裝電池 對 所以在我們現在其實講真的就是 廣播人家都去西洋產業 大家都在上網路了 都在幹嘛了這樣子 可是其實真的天災人禍的時候 他還是會發揮所謂的一個功能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調物資 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有時候 那時候的政府 雖然做得也很努力了 可是還是民間自己 在那邊這樣自己調動 調度什麼的 那種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JCO IN的使命 已經變成就是說 哪裡有缺什麼 哪裡有缺什麼 趕快傳真進來 我們趕快就去口播 然後每一個人輪班 每一個人就是直接現場在那邊 說哪裡可以 然後又有熱心的人 直接香腸竹有沒有 香腸竹堂是自己都串聯 然後就開始一個... 就很有效的分配到 各個在那種受災戶 或是各個需要的人 所以社會就有很大的幫助 很聰明的幫助 瑪莉921的時候妳在幹嘛 那時候還沒有在廣播界 沒有辦法參與 那每天那談談妳 印象比較深刻的電台主持 有時候我們晚上會做運動 帶聽眾一起做運動 然後可能會有人想說 可是廣播又看不到畫面 妳怎麼講 但是就是會口頭 因為前一陣子 還滿流行科學7分鐘的 就在7分鐘內有很多的動作 那可能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潘若基老師一坐 然後就說 現在開始開合跳了 來 打開妳的手又合起來 打開妳的手又合起來 又合起來 妳怎麼同手同腳 怎麼那麼蠢 下一個動作 來 我們靠牆 空氣椅的時間 靠著牆坐下去 姿勢很好 好的 空氣的時候我們可以反省下 妳有沒有看到觀眾 妳這樣子不是很怪嗎 可是這次主持人 麥克風就是 我就在跟他對話 然後順便報氣象 報明天 大家不要帶語句 然後就是提醒大家 每天一成斯 自己有沒有做好事跟壞事這樣 就是很隨性 妳想講什麼就講什麼就是這樣 對啊 或是我們會在錄音間 比賽那個 妳不覺得現在的主持 廣播一些節目大概都是這樣 以前妳那個年代 比較不能這樣對不對 我現在的年代 妳是說比較正規廣播嗎 對... 但我那時候大部分都聽 跟FM94.3警察交通廣播電台 警察廣播電台 因為他報路況 那就是說報一些天氣 就告訴妳有些什麼地方堵車 妳不要去走 不過廣播是因為 沒記錯是1994年廣播開始民營化 那時候台北之音 就開始可以做Call End 這件事情台灣是沒有發生過的 那時候台北之音就Hit了一個DG 叫非常DJ林明柔 林明柔 對 然後讓聽眾打電話進來 蔡康偉 對 那個時候 第一個民營電台台台北之音 然後電話就可以打進來 妳就其實可以跟廣播主持人聊天 然後全台灣都聽得到 這一個很新鮮的事情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 林明就做一些很瘋狂的舉動 說妳有沒有同時 讓兩個女生 兩個女生懷孕過 然後東區 那時候還有所謂的Open Studio 對 也是他們創造的 可是妳知道嗎 電台民營化真的害慘了我們 我是1989年 那時候進電台 那時候所謂的電台都還是檔營 我們那時候做 其實有很多的油水可以 就是 主持人都私下可以拿 他們公司宣傳的包 播一首歌 播一首歌 對 這幾個明星 那時候那麼腐敗 沒有 那個也叫做一種默契 沒有 那個白白做 其實距離說 你們早期製作人那個年代 更腐敗 對 對 連電視牆老闆的錢都A 沒有 他們下廣告 這下廣告的Cue 業務部還可以抽 但是主持人 因為妳知道每一個 變成台很少 然後變成是說 播歌的時段就很珍貴 所以它有分 播一首歌 比如三分鐘是多少錢 然後一分半可能就是八千塊 什麼 每天都有這種 所以妳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後來 這個年代的DJ 是可以存到有房子的 但是後來的民營化以後的DJ 其實到最後都是屬於那種 就是特約的 然後不是在電台裡面上 這個秘密 妳一直到今天才說出來吧 它隱忍了很多年 那兩張CD裡面的紅包 謝謝林可哥 沒有... 藍白很Call的 所以 馬克林 現在還有紅包可以收嗎 當然絕對沒有 沒有紅包了 我從Denis那時候就沒有 那你們的外快在哪裡 我們的外快 我在配音 卡通那些的嗎 配廣告那些 或是節目像剛剛VCR那種 做廣播的聲音都很棒 都有特色 但我必須說真的 馬克跟瑪莉的節目 真的陪伴我嘎戲那段時間 我好喜歡聽他們接Call音你知道 他們不爽就掛人家電話 沒有理由的 沒有 這就是他們學長害的 Shirley 我們沒有掛人家電話 我們都是採取一個良性溝通 那溝通無效 有時候我們要冷靜 拜拜 對 就像男人朋友吵架 就是說話會很難聽 那就先不要講 遇到什麼狀況之下 會把電話掛掉 現在比較會等對方掛掉 就開始罵對方 那像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好像有個女生說 她開她的擇偶條件 就覺得說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覺得 當我男朋友或是當我老公 假設他覺得 我應該要月薪八萬塊 當天晚上就有個聽眾很生氣 打斷他竟然說 男生 對 一個男的 就打斷竟然說 你們女生憑什麼開條件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已經30歲了 你不知好歹你開八萬 我就在那邊隱忍 我想說好 我要看你講幾次 不知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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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幾次 掛著我看哩哩啪大罵說 妳最近跟他走得出來 妳不要學壞喔 馬力 來幫他們宣傳播節目 那等一下掛電話之後 看來想說 就是如果今天我自己有條件 為什麼不能開我對另外一半的條件 對啊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跟妳有什麼關係 妳要這樣批評我一些 用到不知好歹 怎樣30歲以上惹到妳了嗎 30歲就不是人嗎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倆不適合一起主持節目 那妳就不怕下班之後 在非典樓下讀妳喔 沒有 我們就溝通 我們都是講道理... 我一直一直在想說 其實他們這樣做廣播 就像Dennis他剛才講的 其實有一些習慣 是從他當初講 黎明柔的那個階段開始 他以前你有沒有聽過他的廣播 就我們開車想要 常常就是沒事 就真的就是靠廣播來過日子 聽到他打電話 深夜打電話說 你哪位 他有著不講話 你知道妳要不要講話 會不會這樣 他跟觀眾朋友這樣講 你報廠名來 你是說深夜的節目 深夜的節目 然後別人打電話他還會說 你這麼晚還不是這樣 打電話幹什麼 他會這樣子 因為你開車對不對 你開車他就那種 林可也會這樣子嗎 我們是屬於那種 接Call in是有話題的 但是一般其實平常接Call in 可能歌手來或幹嘛 但是最難得我 那時候節目一年會有一次的 最麻辣辛辣的一個就是 12月31號的那一天 會來一個大告捷 你這一年度 你最近做了什麼事情 你覺得昧著良心 有點不安的那一種 你今天在我們節目裡面空中 反正大家都不認識你 你可以來講 然後我們就 忘了過去迎接美好的一年這樣子 結果在那個 一開始的時候 大都在中規中矩 可是一旦有人開了頭以後 可能就 開始講一些比較心善的 比如說他會講說 在外面有小三的 對 那時候還不叫小三 那時候叫情婦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就一個男的Call進來說 林可哥你好 我有一個外遇的對象 我說那你今天要告解的是 你的老婆嗎 她說不是 我要跟我小三 我要跟我的外遇的對象告白 我說怎麼了 她說我們在一起兩年 那這半年來 我一直答應她說我會離婚 可是我今天要跟她告白 我真的做不到 我老婆懷孕了 所以我必須要跟妳說 我沒有辦法離婚了 其實廣播比電視尺度更開 是因為我們打電話去的時候 你看不到我 看不到人 沒有看到臉 所以我就比較難表達我 但是為什麼廣播主持人 都很會裝熟 比那個牛肉還會裝熟 沒有 公主就被電話接起來 然後我想說 他們那個不是陌生人嗎 他們就說 怎麼了 還好嗎 媽媽最近怎麼樣 沒有... 因為對聽眾來講 你是他們熟悉的朋友 你要只要一開這個頻道 每天這個時候 他就是聽得到你 但你... 他們對你來講 是個陌生的 可是也OK 這樣子變成 他對你是很放鬆的 可以起訴 像那時候也是告解的時候 還有一個人是 那種廣告的廣告公司的主管 每天都是穿西裝 或是晚上上班 他說我要告解的是 我每天下班的時候 我不回家 我回家 之前都會 我們附近的公司的住家的附近 所謂的便利商店 或者是十元商店那種 我都會去摸個東西 到我的公司包裡面去 他已經習慣成 他不做這個事情 對 後來我就說 好 那需要你今天告解之後 忍個三天之後 他寫信告訴我 他忍了三天然後跟我說 他摸了三個東西 可是 好難過喔 我就說 這真的要去看醫生 這好像變成是一個強迫症 還是什麼這樣 他們會很放心的跟你講一些 他們不敢在外面表露出來的事情 對 馬克失戀了是吧 沒有… 沒有失戀 你幹嘛會有 你為什麼失戀 失戀要有傷 怎麼都他自己表情 你剛剛那個表情 還是失戀 你們失戀的也是要繼續 療傷就是這樣 失戀當然 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對 大家失戀了也是 那你失戀 你會在廣播節目裡面 分享自己失戀的心情嗎 不會耶 還是改那題主題就是失戀 然後讓大家 觀眾朋友打進來 有的時候會 我覺得我的廣播節目 跟我的生活緊密結合 對… 你想要玩什麼就玩什麼的意思 他那個時間給他 他們小朋友什麼都可以嗎 他真的是想玩什麼就玩什麼 他上一陣子開了一個主題說 那個真的很好玩 歡迎大家打電話進來模擬 你小拇指踢到桌腳的叫聲 那我們尤其歡迎女性 我不能直接大蠟說 我不能直接這樣講 小拇指踢到桌腳 可是我把它換一個方式 我想聽到每個人 都踢到那個桌腳 小指桌腳 因為非常快的痛 老實講 你這個主題是對的 我也很好奇 對 那個合適 你也幫我示範一下 踢到... 節目裡可以罵髒話嗎 可以... 踢一踢 踢到第一個反應 一定是髒話先飆出來 所以我就罵嘛 來 一、二、一 對 對 然後如果聽到這種 我就會鼓勵說 好不適合你 那踢到兩次呢 一定是飆出來的啦 真的 我沒有辦法 他的不准 來 Sissy來 那個腳拇指踢到桌子來 一、二、一、二、一 我就是要這個 你給100分嗎 100分 踢到兩次 兩次 好 三次 還有這個三次嗎 三次可能已經鼓勺要送醫院了 不要大聲一點 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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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男生的男生就 喔 什麼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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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天後來打電話進來 就是很明顯 如果接起來是 喂 你好 我就 你要... 如果是男生說救完了 好 拜拜... 下一通... 然後一接起來如果是Sissy說 喂 我說 怎麼樣 踢到怎麼樣呢 然後如果男生 喔 怎麼樣 叫一下 好 再見 就是那個反差很明顯 就是一定的 有一次我們在節目上 就是因為那一陣子 好像玉琳哥就上很多節目 然後我們就對玉琳哥 產生了好奇 然後我們說 那我們搜尋一下 玉琳哥的 對 沈玉琳維基百科 那一集節目 我們就在 朗讀他的維基百科 我們看網友幫你寫了些什麼條文 網路觀察家 以前小時候 玉琳哥也曾經進入過電台 他是一名DJ 哇 玉琳哥跟我們同行 然後我們後來做什麼節目 然後就開始聊起來以前做的節目 慢慢了解到 因為公司負債 玉琳哥 玉琳哥現在有寫到這一段了嗎 後面有一些你的感情草草帶過來 他寫到他在我們叫沙發上 拉大便的事情 那也太輕了 那你們搜尋 那個搜尋潘老師的有說 他跟老闆我泡澡這件事 他們還沒有搜尋到我這邊 你那邊寫 還沒更新 對 下禮拜應該換小五個試試看 我們下禮拜就搜尋潘若迪老師的危機 對 OK 你們兩個主持節目會不會吵架 會 會 是真吵 沒有 在節目上面的鬥嘴 當然都是假吵 可是如果真吵 其實聽眾也聽得出來 會為了什麼事情吵 這事情很多 有時候是 我都不記得了 我一件一件都記得非常清楚 接下來我們就要變分手擂台 有時候是 我嘴巴不太緊 所以有時候他可能告訴我一些事情 然後 對 我可能不小心在節目上講出來 可是那是還不能講的事 然後他就會大升起 就大嘴巴 比方說什麼事 譬如說 你只要再大嘴巴一次是怎樣 沒有 這已經過了所以可以講 可以啦 之前有在籌備一個網路節目 可是那時候還 對 新節目 但新節目你都有那個 就是說你還不能公布 你跟誰搭檔在哪 可是他知道 他就會故意說 他會 就是故意要那種踩煞車… 讓你很緊張 你就覺得很欠扁 就整個最後被他弄到 整個火都上來 他會不會平常把你私底下 一些生活的事情 然後拿到節目上來講 公布你的三圍 對啊 什麼之類的 三圍我是不知道 他都會說他三圍不知道 但是他胸部可能滿小的 我哪有這樣 那萬一你們真的 吵架的時候怎麼辦 真正可怕的是在 準備上場前吵架 就是要開場 我不知道聽到聽不聽得出來 可是就會 反正他講什麼我就會這樣 他就不想接 然後有時候又會想到 不行 我現在主持 基於職業道德 然後就 好 就勉強接 是喔 對 接著緊去 可是那個 都很冷 非常冷 那你們會不會有一天 就在一起了 這倒是不會 可能有 你不知道而已 真的 沒有 他有女朋友 其實我剛剛看他們的私底互動 我就在懷疑他們在一起 應該是有 正好在播一首 他的生前的最後一張專輯 播到一半的時候 我也沒有留意 結果變成外面那邊收音機 聽到的是 清唱的 沒有伴奏的 清唱的 會不會是那個 接觸不了還是什麼 我外面就一陣這樣 只要熱愛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所以我回來 2015的夏天 用歌唱實力和激情燃燒吧 很壓力 對 謝謝 謝謝 我剛剛在自理互動 我就在懷疑他們在一起 應該是有 我剛才偷師傅還跟那個 對啊 薛梅他們說他們是不是 這個 妳剛剛跟妳講這個 我以為妳 有一點小曖昧 有一點小曖昧 剛剛妳跟他比我以為妳要跟他 因為妳要喜歡思媒的 帶回家盡量好不好 每個人謝謝 歡迎 下禮拜記得思媒來就好 不是貨物 那我們來聊聊別的話題好了 就四位都主持Live的節目 那在Live一定碰過很多突發狀況 比如說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 來 先從WOW開始 其實我就是藝人軍隊 他在...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突然台灣 就變得經濟很不景氣 然後就變成現在一個人要做 三件事情 所以我每天這十幾年來起床讀報 讀完報告看網路新聞 挑十張機器聽完 開始寫今天晚上的節目 然後呢 就一個人坐下來 自己播歌 然後自己講話 自己控機器 然後晚上一個人 把電台燈都關掉 然後回家 就妳一個人 就我一個人 One man army 一個人從未到尾做完所有事情 電台女常常 這個時候最怕的呢 兩件事 機器沒有聲音和我沒有聲音 機器沒有聲音又機器壞掉 有時候自己在講話 就我出現另外一個聲音 對 半夜有可能的 我們電台有很多很多故事 對 你會問康永哥 我們有一個錄音室 是晚上自己會亮燈的 吾姐 你跑過去把它拉掉 晚上又亮燈 然後那個飛樓自己推到一半了 吾姐的 吾姐的 誰啊 可是人家說 電視來電視啊 就要在這種地方 他才會比較旺一點點 對 你們剛才講那種靈異的那種 你碰過什麼突發狀況 沒有啊 就 好 我有一次做 張雨昇小寶的一個 那個 懷念的一個特集 是懷念的 當中呢 正好再播一首 他的生前的最後一張 叫一個叫口是心扉 歌是播CD的 CD就是 一般都是有音樂跟歌聲 是冥進去的對不對 對 結果 播到一半的時候 我也沒有留意 結果變成外面那邊收音機 聽到的是 輕唱的 沒有伴奏的 輕唱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一時 會不會是那個接觸不良 還是什麼 一陣這樣 那我們趕快去看 CD還在跑 結果過了20秒 又回復了 結果到最後 大家掉那個側錄帶出來 真的是有那一段這麼靈異的 這是他輕唱的 沒有伴奏的 他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的 下凡來了 他在現場 他在現場就直接唱了一段 他回來了 可能也許 然後像 其實還有那種Live也很可怕的 其實以前 就像我們講的那種 自己自控對不對 最容易壞的是拿兩個鍵 麥克風鍵 因為大家就是常 來到回來自己按下去 哈囉… 完了以後就再按一次 可是那個音樂經常按 那個燈號有沒有 常常會不亮 然後就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 或有沒有什麼這樣子 結果那一天我剛好訪問了一個 橫跨7、8、90年代 前一陣子開了演唱會 7、8、9 30年 對 它是一個天后級的 國報級的這樣子 然後上我節目 結果我就說 其實這張專輯 主打歌曲就是某一首這樣子 但是我其實還覺得 裡面哪一首歌特別好聽 他說 對啊 我也好喜歡這一首歌 那我們今天先播主打歌 我們先來播這一首歌對不對 我就咔嚓 我就按了 我就覺得應該是按掉了 結果 我就說 對啊 我真的覺得這一首歌 它馬上 馬上 因為它是一個很 給人家感覺是穩重溫柔 端庄的一個 對 資深的天后 它馬上 我真的覺得 創明公司企劃到底是什麼了 明明開會的時候 我就跟老闆說 我一定要這一首 可是到最後出來了 主打歌曲 專輯名稱既然這一首 我真的覺得我認同你 然後外面的那個音 那個我們說的氣勢上面 還在上面 外面那個燈 就是on air還在亮 就是我的那個燈 對 直接就播出去了 然後後來趕快宣傳 好酷 趕快進來跟他公眾說 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 結果後來回來以後 我又必須非常地想說 今天 今天朋友 您真是太有福了 聽到我們的節目可以見到 某某姐的 這麼真心情的裡面 但是呢 他又 對 可是他又有 他又有那個 你知道 他又會 他也自己要拗回他的形象 他就說 對啊 其實剛剛我們是開玩笑 其實這次主打歌 真的很好 你聽到他整個硬拗過來這樣子 本來要接Call你也不敢接了 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那種聽眾也很好笑 就是你接Call你以前 我們就是來電 我們就 哈囉 你好 我是林肯 你要到節目空中囉 馬上對方是台語的 什麼事 我定了兩副棺材 棺材 當時要把他送來這樣 兩副棺材 我一直聽不懂 對 然後我就說 你沒問他說 你是要送母的還是派母的 我不知道啊 那是我們的話題 好像一直在想什麼... 像上班族什麼東西之類的 不會跟聽眾朋友吵架嗎 像這種情況你會罵嗎 你那個時候應該還不能罵 但你不會像瑪莉那樣 直接掛電話 對 沒有辦法 拜拜 林肯哥是溫柔派的 我現在來到這個年代 其實已經不太Call in 我電台用一個Hate FMAPP 就是 他會開個聊天室出來 然後大家就會在聊天室 沒有文字講話 然後現在還有 如果我要開視訊 他會拍到我本人在上面 所以你就看到我啊 然後跟你講話的時候 鍵盤後面講話 他因為聲音都不用錄出 他那麼假的 他們可以講一些非常狠的 波哥好難聽喔 這個鴨子聲音在幹什麼 有啊 這個來賓 我記得你有生氣過對不對 其實後來他學著不去理他 因為他就是來激你的 他要你反應 要引你注意就對了 對 吸你注意 所以來到不同年代 現在廣播都已經數位化 他是用那個數位訊號出去 不過還是建議你啦 如果你開收音機的話 那個溫暖的淚底聲 但是永遠不能代替的 那瑪莉有沒有碰過 什麼突發狀況 突發狀況 像剛剛Dance哥他說 就可能是什麼沒聲音 或是想上廁所 因為我們是兩個人 所以都還會互相覆蓋 但因為我們有個單元是 歡迎大家寫信給我們 因為這個年代 大家不怎麼寫信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就是用 我們那個年代就不解禁了 還你們這個年代 要回到Oscore 對…要寄信給我們 結果那一次我聽到 他在寄信裡面 他還放了一隻假蟑螂 結果那封信是他開的 他在對面這樣煞了開… 他說 有真的 我怕丟那個時速130 然後我... 然後我就丟過來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我... 因為電台也就是會往後倒的 我真的往後翻了180度 然後砰... 馬克 你也真是的 你看到蟑螂 你不該丟它 你就自己吃下去 沒有 我就瞬間就馬上哭 可是那時候還在嗡 就是哭也就是... 因為你真的嚇傻 你也不知道怎麼做反應 然後就一直哭 然後他也嚇到說 怎麼會這樣 對 因為我平常沒有那麼怕蟑螂 然後他就也過來 然後他就安撫說 你沒事吧 然後兩個人就這樣有點尷尬 然後又繼續回信說 接下來這封信是 來繼續台北沈玉琳 真正怕蟑螂是潘老師 不巧我今天也帶來一次 潘老師 沒有問題啊 用力 你真的怕蟑螂 你真的怕蟑螂嗎 你真的怕蟑螂 我跟你講喔 他怕死了 公公不要開玩笑 這種事情不要開玩笑 不能...不能跟他開兩個玩笑 一個是蟑螂 一個是蟑螂 跑到 這兩個都不能開兩個玩笑 對... Denis忠實聽眾 竟把愛慕畫成小說 把我的名字 改成他故事裡的男主角 然後寫了小說 然後他就每天都寄封信來 我們是看完之後 就有時候空中會回應一下 結果不得了 越記越多 越寫越多 然後寫了 那是長篇小說 對 寫小說的女生結婚了 不知道可以邀請 小說裡的男主角來參加婚禮 當然不敢去 要嚇死了 漂亮喔 聽眾打電話進來 然後他講話非常非常快 然後因為剛好我有朋友 得過趙俞正 所以我聽他講的內容跟速度 我就知道他應該是 他已經有點問題 讓你也聽得出來是不是 對... 可是因為他講的速度實在是太快 然後他在講的內容是說 他覺得有人在監視他 然後有人在下藥 然後葛峰葛姐要害他 那他為什麼會扯到葛姐去 對啊 他就說 他是一個很有設計腦袋的人 然後說以前的某一家 就是葛姐的電視台 然後在做的時候 他都有畫很多很多的設計圖 設計稿 標語言 他都有寄給他們 然後他後來看到那個電視台 就發現 他設計他給他偷拉的設計 他覺得 對 所以他覺得他被盯上了 然後說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去問你們電台的小燕姐 跟陶子姐他們都知道 那你怎麼回應呢 就那個時候 因為我知道他應該是有點生病 所以其實我就很努力的 就是希望他可以去找 專業的精神科技 你沒有跟他講說 我想聽聽你的腳目 對啊 我就希望他可以去 可是你知道就像喝醉酒 就會說我沒醉 我沒醉 然後生病也是覺得 他不覺得他自己有生病 所以他就一直覺得 我知道你們都不相信 然後他就繼續一直在講他 然後就鬼打槍 可是你不是會掛他電話的嗎 你還聽他講那麼多 後來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就是他 我覺得他需要好好的對待 就好好的講完 然後同時也要讓收音機旁邊 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你在勸導 所以你也可以這麼認真的 跟他聊這樣的 可以… 我是可以很認真 真的假的 他們就是必須要聊 他們就是這種節目屬性 要跟那個聽眾互動 你們互動那麼多 有沒有什麼最難忘的 有一個女聽眾吧 她就寫我 把我的名字 改成她故事裡的男主角 然後寫著小說 然後她就每天都寄封信來 那妳怎麼知道她寫的是妳 她就說了 裡面這個成功的成是我 然後我看 我每次看完之後 我就有時候空中會回應一下 結果不得了了 越記越多 越寫越多 然後寫了七 八年吧 那是長篇小說嗎 對 七 八年 後來 我的後來把我把它存起來 還被我的前女友看到 然後她還覺得你在搞什麼 還要很生氣 然後後來幾年她就不見了 然後最近 就最近 又出現了 她的未婚夫 寫一個電郵給我 她說我要跟我這個 寫小說的女生結婚了 不知道可以邀請小說裡 我跟妳的男主角來參加婚禮 當然不敢去 要嚇死了 幹嘛見我表弟喔 真的是 妳的表弟 漂亮喔 妳跟他又沒怎麼樣了 表弟 那我就回敬 我就回復了一個歌單 我就說這樣子好吧 我幫妳排一個這個結婚的歌單 然後妳就可以完成它 當我成為妳婚了一部分 這是其中一個 妳真的應該是她婚禮的一部婚事 妳知道這個妳知道 長得什麼樣子嗎 有看過照片 所以妳才會把它存下來嗎 對 之類的 不要亂說 好 瑪莉 因為我的那個臉書粉絲頁面沒有 還沒有創很久 然後上個月我聽眾說 她想要花錢 酷喔 她還說 她一開始就先說 妳 比如說妳的襪子 什麼可以給嗎 然後最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一直寫 後來我就不想回她 怎麼可以說要妳的原味內褲 妳那一件賣多少 她也叫我出了很高價 捷運蛋料理 她就說我已經存好錢了 我存了很多錢 就要買妳的原味內褲 但是這個我就不敢回 我覺得多回多做解釋都是 可是私下聊多少錢妳願意賣 我都不願意賣啊 妳現在不在私下聊 重點是妳沒有吃啊 因為之前妳還會想說 跟聽眾保有一個 良好的互動關係 有沒有人一打給妳那個語氣 那個講話方式 就是在性騷擾的 妳說一打算這樣就交喘嗎 對 那我們會很興奮啊 她現在是兩個人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妳在幹嘛 妳怎麼會這樣 沒有 我們就會說 妳不要聽著我的 妳不要聽著我的聲音應引喔 妳不要引我喔 妳手放下... 手拿開 妳就累了 我覺得一些遲度都快一點 他們應該常遇到這種事情吧 但聽眾真的對她很好 我覺得她有時候 就是在節目上面大喊說 我好餓 然後她突然想要 很想要吃哪一家的 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就下節目2點的時候 然後一出電台就發現 櫃台上面就放了她 要求的那個東西 而且她還用那個 保麗蓉的箱子裝起來 因為怕它會冷掉 那妳就早知道這樣 就不應該講我好餓了 我好想用我自己的家 好 一下完電台就有一個防器之後 怕的不是防器 怕的是 我跟你講 我們先給妳一個平台 因為妳平常在廣播上 人家看不到妳的臉對不對 妳今天這樣播出來之後 妳想要什麼 先趕快說 不是 因為那一次我嚇到 就是聽眾真的會送食物來 所以我都不敢再說 隨便說什麼 我想吃什麼 我想要什麼 真的是一個大劇 因為在所謂的 自己在做所謂的Live節目的時候 不能這樣 有時候 沒有 因為我們變得有時候 就生活化了 然後可能就是說 我有一陣子藏掉手機 那叫手機就是還不是現在那種 用門號可以辦的那種這樣子 然後 我就想說 今天又掉了一個手機 這次我只要買一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我只要過一段 失聯的生活或什麼 第三天 就能送手扒機過去了對不對 第三天兩支手機寄到電台 我嚇到 然後我就說 我還是 對啦 但是 你就是沒用的東西 回到年代 你真的要求嗎 你真的要求嗎 忠實聽眾遭遇不測 寧可傷感獻取 遇到一個吃喜酒的 喝了酒的人酒駕 然後就撞到他太太那邊的座位 結果 懷孕了七個月的小朋友 就沒有了 自責到說 自己覺得自己那天不該加班 然後就不會遇到那個酒駕的狀況 他就那一次 他很難過他留了私訊給我說 希望可以點一首成語的月光 去安慰他老婆 那你願意再為他獻唱一次 成語的月光嗎 成語的月光 唱歌是我的噩夢 我們歡迎寧可 成語的月光 我們現在看看 當我當天兩支手機寄到電台 我嚇到 然後我就說 對啦 你就是沒用的東西 回到年代 從不見的忌諱 你還勸人家瑪麗 你還說我是大忌 對不對 就那一次就接受了 然後 後來我就真的覺得到說 原來聽眾是 真的把你當成他的朋友 甚至是他覺得聽到你 對他來講 這個東西是可能取得很容易 別人就是大忌 人家到他這邊 就是別人把他當成朋友 沒有 所以我強氣 他就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別人就是 人家送著吃了 就被你批評成了 然後你家兩支手機 10萬塊 好了 他來賓不要再罵人家 他剛剛也有講 從吃以後怎麼樣 沒有啦 以後就是不要要求吃的 要求使用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有碰過這種事嗎 第一 東西來 我是絕對不敢吃的啦 我不知道你沒有什麼 對 然後我們都會吃掉耶 而且狂吃耶 你先把那個音控室叫過來 先請你吃 他吃完沒死 你再來 你們這一局做完以後 你們小心吃到吃的裡面 會有那種腳碎的張拉 馬力 妳為什麼在剪指甲呢 剪指甲那一次 我有問大家說 我可以剪指甲嗎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都會有App互動啊 然後就有聽說好 然後就放心這樣卡... 你就真的在那邊剪喔 是真的剪 然後對於另外 對我來說 有時候覺得他做節目有點 有點漫不經心 有時候會很憤怒 然後他在剪指甲的時候 越剪火我就越旺 然後我就會一直想說 你可不可以剪指甲 應該是浴火吧 可是就是 因為聽眾都很愛他 所以他就直接問說 你不是剪指甲啪... 那個聲音很療癒嗎 他指甲說 我可以剪指甲嗎 然後聽眾App上面說 可以... 指甲課舔指甲 他們這個是走隨性派的啦 就是說觀眾 現在年輕的觀眾 聽眾也滿吃這一套 你下次就直接講說 可以 然後你就在播音間有沒有 就放一些水聲 觀眾更有遐想 本來看到洗 我洗聽眾也不知道 不是啦 都沒有人洗啦 就是流水聲 他聽說他是真的要洗 對 你不要吧 他聽見是 很多人可能平常壓抑太久 你知道嗎 突然一下叫他不知道他講什麼 一上節目什麼都會講 對不對 你碰到酒駕不是嗎 聽眾 因為... 對 我還為了這一次 這是前一陣子去年發生的事情 然後 我的聽眾朋友很多 我在桃園那一帶 然後 就剛好有一對夫妻 他們聽了我節目好幾年了 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 那每一次他們都是從 下了班以後 老公去接老婆 一起回家上班 結果有一次 他們正好是老公加班 然後去帶老婆回家 所以他正好遇到一個吃喜酒的 喝了酒的人 酒下 然後就撞到他太太那邊的座位 結果懷孕了七個月的小朋友 就沒有了 後來甚至骨盆也碎裂 也不能再懷孕 他就那一次他很難過 他留了私訊給我說 希望可以點一首《沉溺的月光》 去安慰他老婆 我為了那一次 我還特別去 剛好康熙那一次要DJ唱歌 我從來沒有在電視上唱過歌 我那一次唱 結果小艾斯拍旁邊 在一起那邊 因為大家都感同身受那一種就是 求了七八年的孩子都沒有了 然後後來就是隔了三天之後 他有電視上播出了以後的 隔兩三天 有一次他call in進來 然後我說 你們現在好一點了嗎 太太出院了沒這樣子 他一直氣不成真 他就一直覺得說 很感激 對 他除了感謝 他另外一個感觸就是說 就是 為什麼會在那個夢中 他自責到說 自己覺得自己那天不該加班 然後就不會遇到那個酒駕的狀況 那我就說這不是你的錯 然後這是一個時刻 然後他們說他努力七八年 真的很希望有這個小孩 然後 那後來很多聽眾也都一直就是 大家都聽了都覺得 也一直在安慰來鼓勵加油 我就說其實 到最後我的感觸是 再多的加油再多的鼓勵 其實都換不回他老婆 已經不能再懷孕了這個事實 那其實我們應該要正式的應該是說 酒駕這個問題 你們現在如果聽到你們有同理心 你們跟我有奇跡比各大的朋友 你們自己認識的人 或是你們自己 有喝酒的習慣的話 就真的不要再有酒駕了 那你願意再為他獻唱一次 城裡的月光 唱歌是我的噩夢 唱出歌就好了 96年徐美敬 我們歡迎林可 城裡月光 好棒… 好感人喔 一收聽就是Hit FM 真的蠻感人的 而且拒絕的也不是很有力 其實堅持一下就唱 其實唱得蠻好聽的 而且我們現在到現場 你可以放下這兩張CV 歡迎… 你還真的有 真的不簡單 真的喔 沒關係 不錯了 等一下趁底 我們那私底下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不要…你噴兩句就好好不好 沒有 我真的不太記得 你一定還記得 你現在不要裝了 要噴兩句就好好不好 他現在也看不到老花了 而且那時候還有搭戲耶 老實講 這個字你肯定看不到 這個字對你講真的太小了 是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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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辦過吹口哨大賽 有 這是幹嘛 我們想要挑戰 半夜不能吹口哨的禁忌 因為老一半都說 半夜吹口哨的招鬼 然後我們好像說真的嗎 破除迷信 對 我們就來辦 青春口哨王 吹吹王 然後我們不是亂搞 就是只有一集請打算 竟然我們有什麼州冠軍 然後在月冠軍 在季冠軍 還有年冠 年度總冠 就那一整集都是那個 整空中聚滿了所有的英魂嗎 沒有 可是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都可以吹一首完整的歌曲 然後Pitch都很準 什麼牛仔很忙 小情歌 他們都吹一首完整的 鑽把七彩泥紅燈 牛仔很忙很快耶 因為我不會吹口哨 所以我沒有辦法示範 可是他們都是 他們還會在家裡練 練好像那天晚上都準備比賽 不用怕了... 這真的很厲害 口哨吹牛仔很忙 他們都喜歡挑戰那種 速度得很強的歌曲 證明自己的實力很棒 但你們兩個本身有參賽嗎 他不會吹口哨 那吹馬克參賽歌曲是 那時候沒有參賽 因為我參賽就失去公正 而且跟他們真的不能比 他們真的厲害 吹起來很厲害 那你也是會吹的那種嗎 我是會吹的 試看看喔 不應該勉強你 還不如聽你可唱歌 不要講不如這兩次好不好 他大喊肚子餓 然後他又是半夜肚子餓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走到就是 飛到外面的那個轉角 那個四海豆漿 去幫他買豆漿吃這樣 可是我們為了保持 我們還是有在節目上一條事 還是現場的 所以我們就電話連線 走到哪了 入口啦 你跟老闆說我要個飯糰 聽眾都聽得到就是 我說那個蛋餅 起司蛋餅 然後還有熱豆漿 然後多少多少錢 然後說謝謝 然後全部都聽得到 速款不可以叫人家好好喔 這個應該是有在一起吧 有啦 我跟誰錄那麼久 他也沒有幫我買過一杯豆漿 真的 三位想吃什麼 我就直接去幫你們買好了 我真的怕你在路上 把我們三個人都吃掉了嗎 另外還有一次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單元是馬克信箱 然後每次呢 我收到那個信件發現 跟費電台很近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自己當郵差去送信 然後我想要看看那個聽眾 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之前我沒有曝光 所以聽眾也都不知道 我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很期待說 會不會聽眾看到我就很開心說 哇 我看到馬克本人了 哇 馬克 哇 對… 然後可是後來呢 可是因為是半夜嘛 然後我就送那封信 為什麼會送 因為他離電台很近 然後他隔天要去澳洲念碩士了 所以我就想說 這就在電台後面 就一條街而已 我就走… 然後到了以後 一樣都在連線說 我現在走… 已經快要走到… 我現在按電鈴囉 結果後來就發現 我本來玉琦我以為會有一個 他有聽眾會圍著玉巾出來 就穿就是喜香香 然後說 馬克 謝謝你 然後什麼之類 你真的是有 想太多念壞節這樣 就完全沒有 他就在他們家公寓的四樓 他跟他媽媽兩個站在陽台 然後揮手說 謝謝喔 謝謝 多謝… 就這樣 然後就很失落的就 就本來是滿心 聽眾可以聽出來 你看我們滿心期待的走過去 去的時候還很雀躍 滿心失望的語氣走回電台 其實馬克整體下來 我覺得他算是有邪念的那一種 他意思是滿滿的邪念 那因為你的搭檔是瑪莉 是女生嘛 老實講喔 雖然你有女朋友啦 你會偶爾看到瑪莉 要走進這個播音間 穿得也滿正的 你心中會不會起異樣的感覺 什麼異樣的感覺 就是想要一親方則的感覺 他都說你這個大屁股 後飛骨 那一手胖腰 你瘦不下來的 那玉琳哥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主持這個節目 你每次看到 對 原來我每次進化那天 對 你有什麼感覺 我跟妳講 我有時候很恨自己 我就很不爭氣 方便告訴我什麼感覺嗎 你這五度太貂蟬就是了是不是 再次謝謝思維來到 麻辣同學會 謝謝 謝謝 謝謝